他叫熊贤燕 作为一名美甲师 他从事着让人变美丽的职业 而这样的职业选择 是因为受到了一个人的深深影响 对于这个人 二十五年来 熊贤燕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他 有请 大家好 苏东多多好 你好你好 来请坐 姑娘 来请坐 我叫熊贤燕 我来自于贵州的山区里面 我现在是一名美甲师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来找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已经丢失了二十五年 至今未归 我想找到妈妈以后 给她做一种这么漂亮的指甲 我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妈妈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而且特别爱干净 就是很爱美 我还记得 就是别人家烧煤炭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锅底 熏得黑黑的 我们家的 我妈妈就用直落坑 背到我们家门口的小河里面 去用杀石杀的杀亮的 很亮的 刷亮的 对呀 就是放在桌子上 那是一成不染的 然后那是八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妈妈就摊了丝丝头 就是有点像现在的爆炸头 这样扎起来一大把 可好看的 就那种大卷的那种头发 很漂亮的 然后她那个时候 就穿着一个皮衣 尼大衣 还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健美裤 就是比较修身的这种 很漂亮 然后还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我记得 妈妈最爱护她那种手 最喜欢修指甲 然后她不但给自己修 还要给我和我弟弟修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和我弟弟小的时候 就特别脏 喜欢在地上玩 然后手里面就是指甲里面都是那种泥巴 然后妈妈就喜欢用温水给我们泡一下 把指甲轻轻剪掉 把死皮全部处理干净以后 就用竹签 裹着一个棉花 轻轻这样把里面的这个脏东西全部搞出来 她说指甲中间这个东西 里面是细菌 而且有小虫虫 如果你吃到肚子里面去 就会变成大虫虫这么长 爬出来 吓唬你们 对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讨厌 就是我妈就老是喊我捣蛋过 比如说拿两个什么桃子之类的 我就想吃大的一个 妈妈就把小的一个给我 说大的一个给弟弟弟小 我一下子啪就扔到地上 我妈都是那个眼神 就是怎么生了你这位一个小家伙 怎么这么讨厌 但是他嘴里这样说 他不会打你 也不会骂你 反正我在那边的工作做不通 他就去做弟弟那边 他说这个大的不好 不甜 这个大的就给他吃 我们吃小的 就这种 两标口 对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妈就是一个天使 就是我的守护生 我要什么 就可以有什么 哪怕是我要月亮 他就可能会想办法再给我 我就感觉只要有他 我什么都可以拿得到 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 一个月还能为家里开支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我爸 他去煤口上去挖煤回来 然后那一次 我妈好像真的上位生间 然后没看到 我就是和弟弟在床上挖 然后我就说爸爸 我妈说哪里有爸爸呀 我说真的有爸爸 然后妈妈说 哎呀快睡觉别闹了 然后过一下子 就听到床底下 我妈就说 有小偷 就随着拿了一个电筒 就照了一下床底下 一看我爸就 哇一下蹦了出来 不然穿这么大的两根西瓜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对呀 然后到时妈妈就 就嘴里面不知道 在埋怨了什么 心里面可能还是可高兴的 就边去拿菜刀 边去吃西瓜 我们一家就都让你吃西瓜 就是那个家 那时候多幸福啊 爸爸在外面工作挣钱 真的很幸福 然后妈妈特别爱你和弟弟 对 但是好景不长 我的悲剧 就在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一年我才六岁多吧 那个时候刚刚过完春节 大清早起来 妈妈抓了一只大公鸡 带着我 去了外公家拜年 好像是外婆的弟弟 就是我的二舅公 他来外公家吃饭 他说 他有两个女儿在深圳打工 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 工资特别高 叫妈妈也去 他就把事情告诉我爸以后 把这些细节 我爸就说 那可以 那你就去 当时去的好像有小姨 我自己的小姨 还有妈妈喊的小姨 我喊的姨婆 这件事情过了二十多天以后 那时候没有电话 然后我爸爸就接到 我小姨的一封来信 就说 妈妈在火车上 吃了别人的什么东西 就说精神失控了 跳火车了 然后我记得 我爸就回来以后 我们就肚子饿嘛 就叫要吃饭 然后就看到 老爸在那里 这样抱头大哭 他 我们又不知道 是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他哭 我跟我弟弟就哭 就跟着一起哭 又不知道 我爸为什么要哭 我爸就说 你妈妈不在了 我要去找你妈妈 你带好弟弟 这个我们煮了 就是马铃薯土豆 就放到桌子上 我爸就这样去找我妈了 然后我和我弟弟的生活 就开始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就完全 从白天变到了黑夜 那个时候 家里面 在桂浙山区比较穷 家里面没有电 也没有自来水 我们都平时都不洗脸 因为连喝的水都没有 比如说洗澡了 而且我们这个手 比如说还要修指甲里面的东西了 我们手背上都是 开捏口 所以当时我看到 我拉松 很脏很脏的手 我就想到 我妈妈给我修指甲的时候 爸爸出去找妈妈 总比家里 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 对 不出去找妈妈的话 还得勉强养着我们 出去找妈妈的话 没有能力的 大多时候 我们冬天吃的都是 很生冷的玉米饭 很硬的 然后夏天的话 煮一锅饭 已经坏掉了 我们都还在吃 是真正正正的 像小乞丐一样的生活 人家至少还有一个母亲 或许说有一个父亲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贵州的小妹 一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始终的是被你一个 非常欢悦的情绪 所感染着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的落差 那么的大 不管今天找不找得到 你的妈妈 我希望这一份欢悦的心情 永远在你的身上 鼓舞着你未来的人生 我们永远地祝福你 谢谢 爸爸出去找妈妈 找了多少年呀 中间回来过吗 一直都在找妈妈 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差 就是边打工 四处寻找 其实今天我爸也来了 爸爸也来了 对 那我们有请小熊的爸爸 你好 大叔您好 你好 来我们坐 刚才你女儿讲了 小时候家里那么幸福 后来就是这么一个变故 整个家彻底变化了 她说 她要到深圳去打工 我抱住她 我不让走啊 我说我们家又不是过不去 你是打什么工 她说 老夫老师的 这个几年 两个小孩要读书 要用钱 趁现在还早 我先去把基础打好 你随后就来 大爷过了二十天吧 我就收到一封信 我老婆遇到去的 我赵母娘的妹妹 写来的一封信 说我老婆在去的路上 吃了人家的东西 发疯 调查了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我心里这么想是假的 我说怎么会呢 心直啊 跑到那个赵母娘家去问一下 那时候又没有电话 我跑到赵母娘家去 赵母娘说 不会的 哪有这种事情 我就从赵母娘家 又跑到她娘娘家 那时候 差点发疯了 回到家里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我一个晚上 打了一片空白吧 就那个香烟 一直连着 一直地就这样抽 吃到天亮的时候 这个手指啊 像熏蜡烛一样 嘴皮一起泡了 舌头一起泡了 嘴皮也开泪了 什么东西也吃不了了 可是心里值嘛 把这个女儿 安定好 交代她们怎么吃饭 又跑了 就是跑到青石家去打听 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 就去跑这些事情 那时候 两个小孩就晚上 心怕我丢走了 就睡在我的手 手腕里 一次这个孩子 好像感冒了 拉肚子吧 拉个腿就打在我包子上 大便就随着我这里滑滑地流下来了 我才知道 带孩子又这么尖了 当初我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 还要过去干活 还要烧饭给我吃 那时候真的还有点对不起她呢 我还要溜出去打篮球 想想真的后悔 后来实在死不消了 从事不出这种胆子吧 我对我大哥说 我说大哥啊 要是我死掉以后 你拿一只眼睛 多看看我孩子吧 我大哥对我说 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娘有 你一定不能死啊 他说 你死掉以后 你两个小孩 能不能长大 会不会饿死啊 即使不会饿死 要比多少人吃 要比人家大 他才能长大 那时候你两个小孩 会恨你一辈子啊 说你生得吃 也养不吃啊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 然后随时你找老婆啊 我们一家人 就这样坚强地活下来了 过了几年后 我就到在江去打工嘛 搞那个烩泥土 那天好像是拿月 日式爸爸 工程没有结束 加了三天三夜 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经常听见我孩子 想我的时候 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声 就是叫爸爸这种 我在那个工程里 干着干着的时候 就好像我耳朵变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 爸爸这样叫我 我心里想了 决定是我孩子在叫我了 马上恐怕是要过年了 他们在叫我了 神经也分神吧 就是一下子插到那个 木板上那个羊钉上 哎呦 就把这次脚板上杀穿了 当时我很疼 后来 我就把那个雨鞋 脱下来 顺便在旁边找了一块 睡不把 再把这个脚板 紧紧地裹起来 因为心里想着 两个孩子嘛 不管你怎么苦啊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还要找老婆 不管有多苦 都在我坚持 我记得有一次 都半夜三更了 我看到我爸还没有回来 后来回来的时候 他摔的全身都是你 他没有吃饭 也没有手电筒 他背着一大背天麻 就像蛇皮口袋 种着的 然后天麻也打碎了 到时候我看到我爸这样子 为了我和我弟弟读书 然后我心里面 特别不是滋味 我就在想 我已经长大了 我16岁了 我可以为我爸 分担一点工作了 我就来到了一家超市上班 因为那个超市 它是比较城市中间 我就住房子 住了一间 离超市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它是一个拆迁房 没有冲子的 就只有这么大的三个孔 然后白天都是要开着门 才有工线 然后里面就放了一张床 这个床是用水泥砖 搭的这么高 然后有这么宽一点 没有这么方便 都是自己用水桶 不能洗澡 只能水桶在那里擦 擦一擦 那一年的除夕吧 下着我们大学 那个学有这么深 我就有着加班 当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学已经很厚了 我走到那个冰冷的家里面 五六个屏风的小厨房里面 什么都没有 就啃着两款咸鱼干 就是我的连衣饭 我边啃边哭 我不是说 我不想回去陪我爸过年 因为我回去过年以后 我就没有车费再回来 我就在想 今年就这样过吧 也许明年我们就不会这样了 因为明年我已经找到我妈妈了呀 就每年都用这个目标来支撑着自己 对 而且我会经常梦见我妈 我就感觉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 也听得到她在我耳边说话的声音 就是能感觉到她的温暖 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但是就是摸不到她 对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在做梦 还是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只是不肯醒来 我愿意都停留在梦中 因为我一醒来 一会儿妈妈又不见了 所以我宁愿做梦 我宁愿一直活在梦中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的心声 但是我发自类型的 我真的很像我的妈妈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妈妈 我部里没有妈妈 我现在长大了 走遍天涯海角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 后来我知道我太渺小了 我没有出息 我怎么样都强大不起来 找不到妈妈 我就想到我要自己充业 当时我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 因为妈妈不是很喜欢修指甲吗 我就踏入了重庆 我去重庆就是去学美甲 老板挺好的我就告诉老板 我说我免费给你打工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老板他要去苏州江苏 他说店里面生意不是很好 便宜转给我 问我要不要 我说我很想要 但是我没有钱 他说你不用一次性给我 你先给我一点点 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 借了一点先给他 当时他走的时候 他就说 小熊 如果三天不开张 你不要着急 做生意慢慢来 向他是不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现在钱呢 对 我说我不会让他不开张的 后来我就给我的顾客 很细心的 给你剪指甲 给你修屎皮 最主要的一步就是用牙签 搞点棉花 轻轻把指甲里面的东西擦干净 这是妈妈小时候那么做的 这么多年了 我一共做了 差不多有七千三百多双手 七千三百多双手 对 做每一个顾客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我妈妈 可能是我把对妈妈的思念 都放到我的顾客手上 我在想 如果是我妈妈在的话 我想给他做一双 九红色的指甲 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喜欢九红色 他所有很多东西都是九红色的 我想让我妈妈在我店里面的形象代言人 我想给我妈妈探个大卷的头发 还想给我妈妈 穿他就是最喜欢的健美裤 就紧身裤 我还会让他穿高跟鞋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她一定是的 说实话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我妈 好像有点服侍了我爸 因为自始至终 就只有她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母爱是父爱 你觉得她又像妈妈又像爸爸 因为妈妈会做的东西 她都会做 所以我想跟我爸说 这么多年 有的时候肯定我真的很不听话 其实最可怜的人是我爸 因为我们的重点 都是在找妈妈 他一个人什么都不说 就在后面执行着这个假 你看老曾这样的 头发都全部摆完了 我说我要去北京找妈妈 他就哭着跟着抱 他说他也要来 我就想把他带到这里来 找我的妈妈 我想对我老婆说 我相信你一定还活在这个世上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 把两个小孩带大了 你应该出来见见我们了 你要是再不出来 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 你弟弟已经走了 就连你弟弟已经走了 再过几年 你就是再不出来 他已经看不见我了 说来忘了 见见我 孩子没办 老婆 安副秘书长 93年应该是 就成了一个噩梦的开始 不过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父亲对妻子的那种 执着的爱 对两个孩子的责任 所以他没有放弃 所以又当爸爸 又当妈妈 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其实大哥您很了不起 看到女儿这么阳光 我们都会替你高兴 我们圆梦基金 为您提供两万元的捐助 希望能够改善您现在的生活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 我觉得对您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您心爱的妻子 我们希望曾经的美好 重新回到你们的家里 祝福你们 也希望看到这个场景 祝福 这家人虽然苦难 但是我能感受到 他们从心中发出的那种坚强和力量 他们有信念 我们希望今天能帮你们圆梦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加油 小熊加油 小熊爸爸加油 那接下来 二位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 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 来 熊贤燕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容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寻人信息 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您的妈妈是叫马金云 今年52岁 她是贵州省大方县八股乡人 1993年 在前往深圳市保安县 新安镇西乡的火车上 因为误食别人的东西 而发疯失踪 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 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和警方 为您展开寻找 我们得到施主的求助后 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该案进行了研判 据属的家里人家 是在扫关下了火车 但是很多人在深圳该打工 并且才选入强国DNA数据库 我们在核查当中 走访了很多地方 例如我们深圳的西夏 澎港等等地方 希望能给施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接到寻情人的求助信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深圳市救助站 希望能获得有效的备寻人线索 警方志愿者 包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联手寻找 今天究竟能否为您带来 想要的结果呢 加油 挡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止录论 请走向希望之门 我感觉妈妈就在我的身边 她可能真的是有什么苦衷 就是说她生病了 不记得我们了 老婆 你给我说的女个孩子 我已经太大了 你还得出来看看她为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老婆 你给我说的女个孩子我已经太大了 你还得出来看看她为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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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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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后面看着你在前面很开心的样子也很煎熬的 我们也在全国的警察系统当中和全国的救助战系统当中 进行了信息的比对 但是很遗憾都没能够发现 和马金云女士相关的线索 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一定只是暂时的 加油 加油 小心 我不喜欢信仪 我不喜欢你 我妈肯定带我来 所有的过程都会需要一个时间 而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也会有观众会看到 如果她们看到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消息 我妈是不是不愿意出来 我妈一定在看着我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可怜 不可怜 真不可怜 刚才七月姐姐已经说了 这事是暂时的 对不对 暂时的 你看 你往那边看 你看余老师 你看陈局长 我们会要求贵州大方公安机关 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看当初你武器 到底是跟谁一块走了 她走的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到深圳 我们会要求深圳公安机关配合 一定要查清你母亲的下落 谢谢陈局长 谢谢陈局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